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义务联系人之一王志文 在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15年后 日前被直接转送到北京昌平区的洗脑班 据前往接王志文出狱的国内亲属介绍 王志文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差 大约是在9月的下旬 王志文突发脑血栓 而就在他被强制送往洗脑班的前一天 还在医院打点滴 法轮功学员王志文 原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义务联系人 曾经是一名工程师 他是1999年4月25号 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中 会见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 并与之交谈的学员之一 王志文于99年7月20号凌晨 在家中被非法抓捕 12月26号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在不公开审判的情况下 对王志文非法判刑16年 并非法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 日前 刚刚结束了15年冤狱的王志文 并没有迎来真正的自由 他再次被送入了另一个迫害信仰的黑窝 中共当局所谓的学习班 也就是强制洗脑班 王小丹在父亲背诵洗脑班的途中 透过姑姑的协助 好不容易才可以跟父亲通上电话 这是15年来 王小丹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他问爸爸身体好吗 王志文回答 今天还好 但实际上 他的身体状况令家人很担忧 王小丹表示 自己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为什么从监狱出来前一天 父亲才从医院中出来 根据亲人的描述 王志文被关押期间 受到酷刑折磨 他曾被戴上28公斤重的手铐脚料 关记小号 长时间被剥夺睡眠 锁骨曾被打碎 牙齿被打掉 王小丹表示 多年来一直期盼得到爸爸的消息 但是每个消息都令他伤心欲绝 但是我每次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 都是那种很让我心疼的消息 我也很希望能够得到他好的消息 10月19号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发布了对北京迫害法轮功学员 王志文的责任人的公告 公告指出 追查国际对王志文迫害案的 涉案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立案继续追查 并对中共所有的洗脑班黑监狱 立案全面追查 据不完全统计 在中国173个市的329个区县里 有449个洗脑班 2013年至少365位法轮功学员 在这些黑监狱里被折磨致死 仅在2013年下半年 就有1044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并投入洗脑班迫害 自1999年7月以来 北京市公检法司和610系统 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 司法系统作为执法机构 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权利 非法抓捕、关押、酷刑虐待、停审 无罪判刑 造成众多法轮功学员治伤、治残、治死